《一百九十城報》 颱風燦雄集台巨浪濤天 2015年7月10日兩岸A15 本部兩岸早報導 隨緣色楚與連花園去 另一颱風燦雄逐漸靠近台灣 正以每小時3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 台灣附近海域昨日有強風和大浪 有民眾再錄到汽水時被巨浪捲走 氣象部門預測燦雄金神略過台灣北部、台北 宜蘭等院士界將被暴風圈籠罩 另外,日本沖繩光古島昨晚進入燦雄暴風圈內 當局啟動災害警戒系統 台四市停班停貨因應颱風燦雄靠近 台北市政府宣布今日全體公交機關停止上班 股票市場全日優時 當日應界交割款勸信然辦理 截至昨日截稿前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都已宣布停班停貨 原定當日登場的公務人員考試信然一天 多間航空公司取消部分島內航班 台灣氣象部門預計 燦雄今日全日追靠近台灣 北北基圖將被暴風圈籠罩 或發雙台警報氣象局表示 燦雄颱風影響台灣的程度 主要看颱風接近台灣時尼陸地有多近 範圍有多大 不排除同時發布燦雄 連花雙台警報 以受燦雄外圍環流影響 台東昨日已牽起偷天巨浪 再錄島打工換宿的陸男兩女相約到有指湖海邊汽水 其中一名國姓大學生遭大浪捲走 入夜後仍未沉獲 其餘民眾則多遭招岩掛傷 行傷勢無礙 日本沖繩光古島昨日進入燦雄暴風圈內 預計今早會最接近沖繩 沖繩當局已啟動災害警戒系統 沖繩南大東島當日測得的最大瞬間風速為每秒26.8米 預計進入暴風圈後最大風速將達每秒60米 並有12米高大浪 預測雨量在今 明兩天會最多達300毫米 航空公司提醒 往來沖繩航班或受燦雄影響取消 旅客出門前而先跟航空公司聯絡